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希望自己身材匀称 形象好 健健康康 精力足 但是呢 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 身边美食琳琅满目 越来越多的人自称吃货 导致大部分人都吃得太多 吃得太不健康 肥胖问题日益凸显 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因超重和肥胖导致的高血压 糖尿病等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 支出高达200多亿人民币 肥胖已经成为现代人类最大的敌人 我们吃很多进入身体 还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将吃进去的再消耗出去 甚至搭上了健康 中国和美国是全世界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 2017年1月 中国肥胖人口总数超过美国 中国肥胖率高达12% 每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胖子 除了遗传 代谢等因素 吃得过多 饮食习惯不合理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原因 怎么吃才能让你10年以后依旧身材匀称 面色红润呢 30年后依旧身强体健 走路带风呢 甚至50年后还能享受美食更长久的体验美好人生呢 是否有一种秘诀不仅无害还对你有益呢 BBC的纪录片《结识与长寿中的老人费家心恩》就为你揭开了秘密 101岁的费家没有任何疾病 也不吃任何药物 一生没动过手术 80岁开始跑步 7个多小时完成42公里全程马拉松 而它的健康长寿的秘诀就是少吃点 多冻点 美食当前怎么会不吃呢 但是吃多少怎么吃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今后的人生是否幸福 是否长久 有一个小故事 美国20世纪30年代整个国家处于大萧条时期 有个地区遭受了严重的干旱 食物匮乏 你可能会认为在这种困难时期 人们的寿命是会缩短的 但是实际上人们的寿命反而延长了 在那最艰难的几年里 居民平均寿命自然增加了六年 这是为什么呢 康内尔大学的营养学家对老鼠做了实验 结果发现如果控制动物的食量 它们的寿命会延长很多 研究衰老问题的专家龙格教授指出 引起人类衰老和癌症的主要因素 是一个叫做IGF-1的肋胰岛素生长因子 如果IGF-1水平低 就非常不容易得癌症 以及与年龄衰老相关的疾病 比如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 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辆汽车 如果吃得过多 IGF-1就会升高 身体会一直处于加油模式耗损严重 但是适当减少饮食 IGF-1水平就会降低 身体就会减速 进入自我修复模式 从而减缓衰老 使人活得更长久 这就是健康长寿的秘密 在节食与长寿节目中 主持人各项身体指标都不健康 他尝试了三种进食法 包括连续进食四天 隔天进食一次 注意啊 这个进食期间只喝水以及汤类 以及5加2清断食 也就是一周五天正常饮食 其余两天吃很少 三种方法效果都很好 他的血压 胆固醇 血脂 以及IGF-1 都得到了明显改善 体重也降到了正常水平 最终 主持人选择了定期进行 5加2清断食 因为比较容易坚持 研究衰老的专家马克教授 还发现 人断食的时候 脑灰质受到刺激 就像运动刺激肌肉一样 可以使人更加的敏锐和年轻 这就是减少口腹之欲 带来的好处 它让你的身体负担更少 但是更加健康 不过呢 这些进食方法 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比如孕妇和病人 就不要随意采用了 实施前 最好咨询医生的建议 完全进食和不健康的节食 都不可取 也不适合每一个普通人 应该怎么办呢 有哪些健康的饮食习惯呢 娱乐圈有很多高颜值男神女神 他们大都非常地注重饮食健康 譬如陈坤 他曾说过 我希望自己骨子里是个健康的人 累的时候补充点维生素B群 尽量多吃点水果 补充维生素C 隔段时间 我会有规律的清断食 每天早餐只吃一碗小米粥 粥里放点花生核桃 红枣葡萄干等 午餐和晚餐只喝水 再譬如徐伟宁 他在访问时曾分享 我吃东西不太忌口 但过午不时不吃炸物 早餐一定会吃得丰盛营养 午餐也会吃饱 他的吃法就是间歇性断食 一天中只有一段时间进食 蔬菜 蛋白质 肉类 淀粉等 什么都可以吃 同时尽量避免甜食油炸物 以及零食等 我们都羡慕明星们傲人的身材 他们的方法虽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普通人 但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和不暴饮暴食的饮食原则 适合每一个人 譬如每餐只吃七分饱 不老女神赵雅芝已经年过六十 面部和颈部皮肤依然紧致 采访时他说 我也吃米饭 还特别喜欢面食 之所以不会发胖 是因为我每餐就吃七分饱 而且吃得非常平均 譬如少吃高糖高盐高脂肪食物 现年51岁的洞灵女神周慧敏 岁月似乎从未在她身上 画下一丝一毫的痕迹 更不需要减肥 但是她曾说自己以前 也很爱吃蛋糕和雪糕等高热量零食 后来听从了营养师的建议 控制住嘴 改掉了不良的饮食习惯 并且少吃高糖高盐和高脂的食物 因为懂得控制 他们的人生才得以完美的呈现 任何东西都要适可而止 纵口固然会有一时之快 但是机久必为灾害 那些吃得过多的人 早晚会为自己的贪吃买蛋 有一句话说过 每个人这辈子的食物 只能吃一个定数 慢慢吃完这个数会长寿 吃完的越早 离死亡越近 长期吃得过多 容易使大脑进入休眠状态 糖分过多 工血不足 脑部早衰 还会给胃和肠道 带来沉重的消化压力 引发肠胃病 同时导致肥胖 引发高血压 脂肪肝 糖尿病等疾病 岳云鹏陪妈妈看病时 曾这样感叹 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 人这一辈子挣的钱 有三分之一拿来看病 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医院 排队交钱 而这都是大家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 不要因为一时的口谕 伤了身体 丢了钱财 更害了家人 减少口欲 可以惜福延年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 既是著名的文学家 也是美食家 他开发了一道名菜 东坡肉 酥香软口 又肥而不腻 但是他虽是美食 却从不过时 日常饮食非常的简朴 他曾在与李公泽书写道 口腹之欲 何穷之有 每家节俭 亦是惜福延寿之道 适当的饮食 把健康的饮食习惯坚持下去 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 以及精神状态 会把同龄人远远的落在身后 当别人因为疾病 止步职场的时候 你却健健康康 不断突破职业生涯的高峰 当别人发福臃肿 疲惫不堪的出席同学聚会的时候 你却走出多年 依旧是昔日少年的美好模样 平时莫贪嘴 适当少饮食 才能享受更多 在人生的路上 走得更远更久 当然 生命的意义不在长度 长寿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健康的饮食能让我们的一生 活得更加从容 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